大家好,这里是花儿厨房 枸杞非常有营养 用枸杞泡水喝,对身体非常好 当然很多朋友把买回来的枸杞 就直接泡水喝了 完全不经过任何处理 像枸杞在晾晒的过程中 它的表面有很多脏东西 如果直接泡着喝的话,非常的不卫生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清洗枸杞的小技巧 先在小碗中倒出一些枸杞 然后把剩余的枸杞一定要密封起来 把密封条一定要捏紧 不能让空气钻到里边 再往里边倒上适量的小苏打 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 再往里边少倒上一点盐 盐用很好的杀菌效果 倒上适量的清水 先把枸杞清洗一遍 清洗一遍以后把枸杞全都捞出来 捞进一个小碗中 可以看到清洗第一遍的水 变得非常脏 如果这个水直接喝的话 非常的不卫生 而且小朋友喝的话 可能会造成腹痛腹泻的情况 我们换一盆清水 再把枸杞直接倒进来 再往里边加上一勺淀粉 淀粉有很强的吸浮能力 把淀粉划开以后 像这样不停地搅圈 在搅圈的过程中 可以把里边的脏东西全都带出来 三分钟左右 再把枸杞直接过滤出来 再往上面倒上适量的清水 把枸杞冲洗一下 像这会儿的枸杞 才算是清洗干净了 我们找一个干净的小碗 然后把枸杞全都倒进来 这会儿的枸杞可以直接喝 如果现在里边的水分比较大的话 可以用吹风机给它吹一下 热粉吹三到五分钟就可以吹干啦 这会儿的枸杞变得非常干净 直接用这样的枸杞泡水喝 喝起来也是非常的健康 而且枸杞的营养一点也不会流失 把它放进杯子里 倒上适量的温水 浸泡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开始喝啦 用清洗干净的枸杞泡水喝 喝上非常的健康卫生 而且这样的方法 洗出来的枸杞也是非常的干净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转发试试吧 这里是花儿厨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